台P9籃球隊開季舞連勝 最大的關鍵 除了在團隊攻守兩端優異的表現 球運也是最重要的一環 為了保持好運氣 某些球員會在連勝期間維持同樣的習慣 有趣的是 自從本季SBO移師到板橋體育館 台P球員的衛生紙用量都會特別多 我們最近連勝的期間 然後就是剛好我有意外發現 就是我們防護員會帶比較多衛生紙 那因為大家到板體的時候就感覺賽前準備 就一直有變異 然後就會去上廁所 然後就剛好我們最近也都蠻順的 不知道是他們把不好的東西排掉 所以我們最近也蠻順利的 像最近我都蠻發現小安是蠻想去上廁所的 對 就他來就會說衛生紙耶 還有衛生紙嘛 然後小安可能就會跑去廁所 有聽過穿同樣球鞋 同樣束褲 大火輪流去上廁所也算是特殊的習慣 不過台P前鋒張榮軒更堅持 連生活作息甚至是吃的 通通都要一模一樣 這一波連勝幾乎每一餐 就是比賽前都是吃奉承 那因為有一直贏下去 所以我就繼續吃下去 我生活起居跟我所有的生活習慣 都會盡量維持一個一致性 所以吃的東西是有點小迷信 但是覺得這樣也不錯 如果吃同款便當可以一直贏下去 那這也算很簡單的事情 恰吉算張榮軒也吃了五天以上的燒辣便當 難道不會膩嗎 連射迷信白白走 昨天是上廁所 還是同樣的生活作息 只要能把運氣延續下去 都算是不錯的偏方啦 本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